明照拍下一台白色轎车竟然直接停在快慢车道中央的分隔岛上 而且还是逆向停车 当时车停报的位置呢就是这边 而在过一个路口呢就是警察局 为什么会有人敢逆向停在分隔岛上面 我们从路旁的这张告示呢 上面似乎可以看出端倪 告示上写着4月25号到29号要进行停车标信重会 请勿停车 而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就是在4月25号 附近大楼的人就说 当天有很多停在这边的车子都被移动 是不是真的是被乱移车 施工厂商说还要调查 不过就算有贴公告 厂商真的就可以移车吗 交通局说的确可以 但应该要移到合法的停车场所 因此警方如果收到检举 一开始会先对车主开罚 如果车主提出证据 车是被人移动的 就会变成对移车的人开罚 奇怪停车不只有这一件 台中还有骑士亲眼目睹 这辆车停在带转阁上 开车的富人一脸茫然 经过提醒后才把车辆移开 果然可以看到车格上 有陡大的机车带转区 这真的不是个案 像这台白色车主就没有碰到好心人提醒 结果被警方开单 依据民众所提供的影像资料 依道交条例依法进行取发 警方提醒这种梯字路口的带转阁 时常会被驾驶误认成停车格 呼吁停之前要先看清楚 停好下车后也要再次仔细确认 才不会因此被罚 华视新闻无量消遇 台中报道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频道